这期继续分享逆流第十八篇 其实 之前抢名额那时 向小杨也很清楚 不是宁远的错 他只是心里一时间绕不过来 憋得难受而已 可是现在 人家竟然为了被动抢走的一个名额 又专门给自己弄来了一个新的名额 无论是这个名额背后 表现出来的心意还是能量 都足以让向小杨动容 之前的那些不快 也瞬间烟消云散了 而且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名额本身 而是这个名额的来历 这是孟部长 靠着和省委组织部的良好关系弄来的 而宁远和孟部长的关系又很好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到省里培训的时候 就有机会搭上省委组织部的关系呢 向小杨很清楚 能够进到培训班培训是一份资历 而能够在培训班中担任一个职务 或者说 在最终结业报告上获得一份表扬 这更是一份无比珍贵的资历 而后一种资历 省委组织部显然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如果能在进培训班之前 就搭上组织部的关系 就算混不上个班干部 混个优秀学员总没什么问题吧 所以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培训名额 这就等于是一个培训班的优秀学员啊 这份礼可太重了 向小杨 其实并不是很想要收下这么重的礼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收下了这份重礼 将来就一定要想办法偿还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向小杨用尽生平所有的力气 却始终都说不出半句拒绝的话来 毕竟这份礼是关他的前途 只要他在省委党校培训班 混到一个优秀学员回来 那么他将来一个实权正储疾 就基本上是没跑了 这种好事他怎么能拒绝呢 而且 人家宁远也说了 这不是给自己送人情 是有烫手山芋不好处理 找自己帮忙处理呢 这个名额你 确实是不好安排 那就由组织部来帮你安排了吧 最终 向小杨生因有些嘶哑地 收下了这份好处 他和宁远的关系 也随着这个好处的收下 而变得更加深入了 搞定了向小杨 宁远的心中 却并没有多少成就感 甚至 他心中还有几分失落 虽然他早就听说过 在官场上 没有永恒的关系 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 但是当这句话 真正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还是不那么好受 他一直都觉得 他和向小杨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可没想到 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这份友谊 看起来如此的脆弱 当然 宁远也明白 向小杨 其实只是一时心里 有些别扭而已 只需要一点时间 他自己就能想通 说不定还会像以前那样 对待自己 不过 宁远更加清楚 即使向小杨想通了 也不可能做到毫无芥蒂 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一个永远的隔阂 阻挡在两人的中间 让两人的关系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 所以宁远才会第一次主动动用关系 弄来了一个培训的名额 算是为不是自己的过错弥补一下 在这件事上 他已经做到了最好 如果还是不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他也不在乎了 处理完县里的事情 宁远马上又回到了乡里 去省委党校培训是势在必行了 临走之前 他还是要把乡里的工作给安排妥当才行 其实现在白石头乡的工作 都已经步入正轨了 不管是修缮校舍 还是修路 又或者是煤矿建设 都已经开了工 服装厂也在良好的运营着 有相当比例的老百姓 都没有闲在家里 而是有自己的活要做 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了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保持这些工作 不会走外 如果宁远能够亲自在这里 他当然可以保证 但是他不在的话 就很难说了 于是宁远和陈学强 已经许明花两人谈了一整天 把能交代的事情 基本上全都交代了一遍 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之后 宁远和向小杨一起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按照通知 他们俩要在一周之内去党校报道 为了别去晚了 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向小杨几次催促宁远快点出发 按照他们现在去的时间 估计应该算是去得比较早的人 当然 向小杨要去得这么早也不是没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宁远在省城也有些关系 尤其是省委组织部的领导 如果能够提前把领导们请出来坐坐 认识一下 甚至加深一下感情 那么对他们在党校的学习培训一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宁远对此不置可否 他觉得不管什么还是先去党校报过道之后再说 于是两人一下了火车 也顾不得周车劳顿 就直接赶到了党校进行报道 然而刚到党校 他们俩就遭到了当头一报 根据我们接到的通知 这次培训班每个县只有一个名额 你们俩都是高山县的 为什么都能拿到通知书 负责检查入学通知书的警卫 显然非常的认真负责 他不光检查了宁远和向小杨的入学通知书 还检查了他们俩的工作证身份证等证件 这也怪不得他 省委党校作为宁北省培训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 地位无疑是相当高的 这里不光有许多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来往 甚至连省里的大佬都会偶尔出没 警卫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别说宁远他们入学需要检查 就算他们入学以后 每次需要进出学校 都要检查证件甚至需要事先通报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允许 不过这么一查就查出问题来了 按照规定 这次培训每个县都只有一个名额 但是眼前两个人都是高山县来的 而且手里都拿着正版的入学通知书 这就让警卫不得不提高警惕了 虽然说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一些很有能量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渠道拿到入学通知书 不需要本县的名额 但是 那些有能量的人物谁会待在高山县这么一个极为偏僻 鸟不拉屎的地方呢?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不是带的离省会金川越近越好 所以 警卫理所当然的就怀疑上了眼前两人 同志 我们的入学通知真的没有问题 宁远也是很无奈 这两份入学通知书其中之一是走后门得来的 这种事他总不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吧 我需要请带班领导过来看一下 那名警卫显然觉得这件事比较重大 不是他能把握得住的 果断选择了请示领导 入学通知书有没有问题你都看不出来吗? 这点事也需要请示领导 宁远感觉很无语 毕竟任何事只要需要请示领导了 都会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 这一番折腾下来 他们还不知道要在这大门口等多长时间 如果只是宁远自已 在这等一会也不碍事 但还有像小杨在 尤其是这家伙的入学通知书还是他给弄到的 总会让人感觉是自己没办好事一样 宁远最近有些上火 心态也没有以往那么平和了 不碍事 他们也只是普通工作人员 让他们去请示好了 咱们也不必着急 倒是像小杨展示出了身为领导的风度 并没有因为被耽误了时间而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还反过来安慰了一下宁远 两个人就在大门口这等了起来 不过尽管他们俩都已经做好了这个请示会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请示竟然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却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这也说明了 很多人在去机关办事的时候都会觉得办得很磨蹭并不是专门针对群众 基层干部来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待遇 这期间也有过几个人前来报道 他们的入学通知书都没有任何问题 警卫检查过之后就放行了 他们也曾经好奇过为什么党校大门口竟然会有两个人在这里被罚站 不过他们也只是好奇地看了几眼 并没有深究 身为领导干部 不去惹乱七八糟的闲事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素质 终于连一直都在默念自己要有领导风度的向小杨也有些忍耐不住了 他的耐心还行 但是脚下有些受不了了 他也是快要四十岁的人了 又没有从事过什么体力劳动 这么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实在是顶不太住 同志 你请示领导还没有结果吗 让我们一直在这里站着也不是个事啊 向小杨开口问道 领导说现在正在处理事情 他忙完会过来的 警卫直接把领导用来应付的话原封不动地给搬了过来 这番话差点没把向小杨给当场气死 虽然他以前也没少用类似的话应付下面人 但是被别人这么搪塞 还是很心塞 关键是他们这还是有证实 是来报道的 凭什么要这样被挡在大门口 同志 麻烦你再给领导打个电话 我们是带着正儿八经入学通知书过来报道的 不是闲着没事的人 可以一直在这里磨叽 宁远看出了向小杨的不耐 于是要求那名警卫再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可是那警卫怎么会打这个电话 这种事情只要给领导汇报过一次就行了 什么时候干那是领导自已的事情 你下面人怎么可能一直不知高低地打电话催领导 就算是领导自已忘记了 真的需要催一下 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催 这才过了一个来小时 在警卫看来时间还是太短了 如果要是这两个人能在这里站到今天下班 他倒是可以考虑再给他们俩问一问情况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向上面汇报过了 愿意等的话你们就在这里等一会 不愿意等的话你们可以下次再来 反正报道时间又不是只有今天一天 警卫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给他们打电话问这件事了 明远被弃得不行 他也没想到只是报个道而已 竟然就能有这么大的麻烦 他有心要打电话找人帮帮忙 但是思虑再三还是没能打出这个电话 实在是被人给拦在门口进不去这件事太丢人有些说不出口 而且这件事也实在是太小了 有些不太值得麻烦他认识的那些大人物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明远看着身旁脸色已经变得难看得像小杨 直接把两份入学通知书拍在了警卫面前 我们的入学通知书就在这里 要么你告诉我 我的这个入学通知书有问题 我可以马上离开 要么你告诉我入学通知书没问题 那你就放我们进去 我现在不想再等什么领导不领导的了 难道这入学通知书必须等到什么领导来了 才能确定真假吗 他情绪有些激动 声音也不由得有些大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金矿眼镜的中年男子 不知道从哪里走了过来 什么人在这里吵吵闹闹的 金矿眼镜的脸色十分严肃 表情也是相当的不善 一过来 就盯上了明远和像小杨 方主任 是这样 这两位同志是从高山县过来 参加党校培训班的 但是我记得您说过 这个培训班每个县只有一个名额 让我们要多加注意 所以我就让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会 想让我们队长过来确认一下 警卫见到金矿眼镜之后 连忙把情况给说了一遍 不得不说 这名党校警卫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并没有添油加醋 说的情况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那个金矿眼镜 在听了这番话之后 再看向宁元两人的表情 就变得有些玩味了起来 高山县 是关西市的那个高山县 他不停地打量着宁元两人 没错 我是高山县组织部的向小杨 这位是我们高山县白石头乡的乡长宁元同志 向小杨见这人看着有几分气度 应该是个领导 于是就连忙自我介绍了起来 虽然他也知道 哪怕是藏龙卧虎的神威党校 随便冒出来一个人 级别超过自己的可能性 也不是太大 但人家毕竟是神威党校的 更加靠近神威的大佬 说不定哪天就被大佬 看中去当秘书了 所以对于这种人向小杨的态度 就是绝对不能轻易得罪了 尽量客气一些 然而他想要客气 人家却并没有要客气的意思 乡长 客气干部 也能参加这种级别的培训班 方主任接过两人的入学通知书 看了几眼 然后又说 把你们工作证也拿出来 给我看看 向小杨无奈 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 宁远看他都拿出来了 自己自然也不能藏着掖着 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方主任翻看了一下两人的工作证 没找出什么毛病 眼前的这两个家伙 入学通知书没有问题 工作证没有问题 但就是从逻辑上来考虑 很有问题 高山县是宁北省最偏僻的县了 在全省的重视程度都是最靠后的 这样一个不受重视的县里面 怎么会有两个人同时进入省委党校的处级培训班呢 更别说这两个人其中之一还是个科级干部 据这个方主任所知 能够在科级就进入省委党校的处级培训班培训的 每一个都是非常受看重的后备力量 在培训结束之后 职位也是如同做了火箭一般节节升高 像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在高山县那种穷山僻壤当一个什么乡长呢 你们等一下 我给领导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这位方主任思虑良久 终于还是做出了和之前那名警卫一样的选择 遇事不决 请示领导 就是入学报到这么点小事 我们已经在这里被罚站了一个多小时 要请示两边领导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得去 你告诉我们到底是为什么 是我们的入学通知书有问题 还是我们的证件不对 如果都没有问题 我们要求立刻进去报道 宁远顿时不爽了 看这个什么主任刚过来的时候 牛气冲天的模样 还以为他是个能说了算的 结果来到这人母狗样的 查了半天通知书和证件 最后也还是一句请示领导 那你和那个警卫有什么区别 不想请示领导 那你们就继续在这里等着吧 方主任压根就没把 这两个高山县来的人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高山县的人这辈子 都要在那个鸡脚嘎拉里干死 永远都不可能有到省里工作的一天 而他一直都会是在省会工作的人 当然不需要给那些乡下来的家伙们 办点面子 说完 他就被起了手 准备离开 等一下 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能不能进去报道了 宁远叫住了他 不能 在这等着吧 方主任高昂着头 仿佛得胜的攻击一般 他是省委党校教务处的副主任 按级别来算的话只是副处级 而且因为没有实权 比起县委常委这一级的副处来差得太远了 但是这里是省委党校 是他的主场 尤其是这两个人又是来参加培训班的 属于他的正管 在这种情况下 方主任怎么可能会把宁远和向小阳当回事 他们敢把他们乡下那套和你腿子打交道的野蛮方式 带到省委党校来 那他就会让他们明白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那就是一直在这里等 等一天也没法去报道 方主任也不担心 让这两个家伙一直在这里等会出什么事 反正报道的时间是一周 只要明天给他们进去就好了 那你能不能说说 让我们在这里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才也看到 有几个同样是来报道的同志 他们只是检查了入学通知书 就可以进去了 宁远可不是个好糊弄的 让他在这里等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必须给出合适的理由来才行 否则的话 他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我对你们的入学通知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需要回去核实你们的身份和入学资格 这个理由可以吗 方主任转过头来 脸上还挂着微微的冷笑 身为省委党校的教务处副主任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给自己规避风险 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人也都是地方上的实力派官员 就算在省里没什么关系 但是真要是受了委屈 想要告告状还是可以做到的 方主任现在的说法 就是找出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让他们俩即使是想要告状也告不出来 入学通知书真实性存疑 并没有说他们的入学通知书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哪怕是被告了 也可以说是自己比较谨慎 没有哪个领导会因此而对自己有什么意见 至于这两个家伙 方主任完全没有怀疑过 他们会不会有省里面的关系 有省里面关系的人 早就有人打过招呼了 怎么可能会被傻乎乎地拦在门口呢 总之 这两个刺头从今天开始 就算是落到了自己的手中 不管怎样 都一定要把他们给骂撒平了不行 话说到这个份上 宁远或许还有些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像小杨却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位方主任的心思 说到底 像党校培训这种事 因为来参加培训的都是领导 而且都是些很有前途的领导 所以想要管理好这些人并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负责管理学生的领导 就需要找几个软柿子捏一捏 顺便也威慑一下其他领导 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非常不幸的是 明远和像小杨 就被当成了准备杀掉的两只鸡 算了 我们先回去吧 等明天再过来报道 想明白 这些的像小杨知道 继续在这里 和这个方主任 讲道理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只能先回去 然后把这里面的情况 跟宁远说明白 如果只是像小杨 自己来的话 那么别人 想要拿他当机杀 他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现在有宁远啊 这小子在省里 应该是有关系的 只要找一下关系疏通一下 那位方主任 也不可能把他们给怎么样 于是像小杨 硬拽着宁远离开了 所以 咱们现在应该找一个 够分量的人帮忙说说话 这样不光能够顺利报道 还能在培训班里 混到一些好处 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吧 找了一家饭店 要了个包间 像小杨 才把自己刚刚想到的 这里面的一些事情 给宁远讲了清楚 他是希望宁远能找关系 摆平这件事的 不过宁远 却并没有这么想 他确实是在省城这边 拥有一定的关系 解决这个问题 并不困难 但是 他深知 人情这种东西 都是有代价的 人家是省城的高官 自己只是偏远山区的一名小小乡长 自己去找别人帮忙 却帮不上别人的忙 那么人情就会越用越少 直到最后彻底消失 所以 人情不是不能用 而是要用在比较重要的地方 比如 之前给向小杨讨要一份党校培训的名额 这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而党校一名中层干部的刁难 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什么比较重要的地方 完全不值得他花费一份自已的人情 而且 对于宁远来说 对付一名有意刁难的党校干部 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我会解决的 他满口答应了下来 因为没能报到成功 也就没能直接入住党校宿舍 所以当晚 向小杨和宁远住在了省城的一家宾馆里 不过 这对于两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坏事 党校宿舍的条件也不算太好 不少培训学员都经常想办法不住那里 能够有机会出来 住是所有人都求之不得的 向小杨甚至觉得 如果能够多拖几天 等到报道快要结束了再去 好像也未尝不可 远离了高山县那么多的人和室 没有许多勾心斗角缠身 他的睡眠质量也好了不少 晚上早早地睡下 第二天早上却醒来得很晚 而宁远却早早起了床 一大早就离开了宾馆 谁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直到早上十点左右 向小杨都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宁远才终于回来 手里还滴溜着一袋切好的牛肉馅饼 向部长 您起来了 我带了早餐 你要不要吃两口 这都十点多了 我们今天上午还要不要去党校报道 向小杨却没什么吃早餐的心情 他想要知道的 其实也不是能不能去党校报道 而是宁远有没有找到关系 把昨天那个人给打点好 如果您想去的话 可以去呀 宁远也不知有没有听懂他的话 只是点了点头 向小杨琢磨着 这小子的领悟力应该是还可以的 既然他说可以去 那就应该是已经打点好了 走吧 去党校学习培训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先去报了道 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 尽管还想在宾馆多舒服两天 不过他还是分得轻轻重缓急的 早点去党校 和同学们熟络熟络交流交流 这都是将来的人脉 可比在宾馆里躺着睡大觉重要多了 宁远也没有反对 两人再次来到了党校门口 今天 值班的警卫已经换了个人 在检查完两人的入学通知书后 就直接放行了 向小杨微微点头 就算是他 也不得不承认 宁远在省里的关系 确实还是很到位的 昨天那个方主任 已经明显是要拿他们两个立威了 没想到才一夜过去 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向小杨明白 只怕自已这次在省城 也有许多需要仰仗宁远的地方 所以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摆出什么领导的架子来 两人一路进入党校 找到了刚才警卫所说的五号楼 这是培训处所在的地方 此时 培训处办公室大门正敞开着 里面坐着两名年轻的工作人员 宁远敲了敲门 然后走了进去 虽然门是开着的 但是敲一下门再进去才是礼貌的做法 你们俩哪一位是来报到的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抬起头 看向两人 虽然来的是两个人 但是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其中只有一个是来报到的 毕竟这是处级培训班 能够混上处级干部的 怎么也得个三四十岁 而且看起来有些气度 就像像小杨这样的 而宁远实在是有些年轻了 而且最近一直在乡下 晒得有点黑 还有了几分农民的气质 工作人员直接就把他给当成了领导的司机 或者随行的工作人员 虽说党校要求是不允许司机或者秘书陪同领导进来报到 但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两天带着司机秘书来报到的人并不在少数 在工作人员看来 这两个也不例外 所以他才会问出这两人哪一个是来报到的 我们俩都是 我们是从关西市高山县来参加处级干部培训班的 这是我们的入学通知书 宁远连忙解释 一听到高山县 另外一个没有抬过头的年轻人突然站起来走了过来 我看一下 还真是高山县 小刘 你给他们办理手续 我先出去一趟 那人说完就走了出去 看他的模样 原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被搞定的 像小阳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家伙一听到他们是高山县的 就要出去办事 难道是要给那个方主任通风报信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像小阳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别的可能 他原本以为宁远已经把事情都给搞定了 结果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像小阳连忙看向宁远 冲着后者使了个眼色 然而宁远却是神色如常 在协助着那个小刘办理着报道的手续 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人离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小子怎么到了省里面来 人感觉就不灵光了 像小阳心中着急 却又没什么办法 只能期待小刘办手续的时候能够更快一些 让他们可以在方主任赶过来之前离开 然而 他越是想什么 就越是事与愿违 小刘办理起手续来 动作慢得很 什么东西都要确认个半天 明明是可以几分钟就办理好的东西 他硬是给磨蹭到了几十分钟 哪怕是像小阳也看了出来 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在等刚才那个人回来 可是他又无话可说 说什么呢 说人家办事情太认真不好 还是说人家核对信息 多核对几次不应该 这里可不是高山县县委组织部 不是他向小阳发号施令的地方 宁远却是不慌不忙 完全配合小刘的所有动作 让核对什么就核对什么 一点不耐烦的感觉都没有 终于 就在小刘再怎么磨蹭 都拖延不下去的时候 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回来了 然而他的表情 却是有些困惑 小张 你回来了 正好这两位同志的报道手续 也都办好了 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 就带他们去宿舍吧 小刘看到他的身后 并没有自已 想要看到的人 连忙暗中提醒 好吧 跟我来吧 小张没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带着宁远两人处去了 他们的这番操作 又让向小阳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小张 看起来应该是去找方主任了 为什么会一脸疑惑地回来呢 难不成方主任还从党校消失了不成 向小阳同样是一脸的疑惑 跟着小张来到了党校宿舍 因为党校的宿舍都是随机分配的 而且似乎还有意识地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乱 所以宁远和向小阳两人 并没有分配到同一间宿舍里 宁远被分配到了三楼的302 而向小阳却被分到了四楼的408 咱们先分头行动 不过有什么活动的话一定叫上我 临分开的时候 向小阳还拉着宁远的手叮嘱道 他倒不是担心别的 而是担心宁远去和省城那些领导们 见面的时候不带上他 对于向小阳来说 或许这辈子能够接触到省领导的机会 都不是太多 他当然要尽力把握住每一次机会 好的 一定一定 宁远点头答应着 然后转头进了自己的302寝室 这是一个四人间的寝室 四张单人床分别摆在了房间的四个角落 条件看起来比起宁远上大学时的六人间要好一些 不过考虑到住在这里的最起码都得是副处及实权领导 那么这个条件就可以说是相当简陋了 当然了 也没有哪个领导会抱怨这个住宿条件太差的 毕竟敢在党校抱怨住宿条件差 这话大概连一个小时都不用就能传到省委领导的耳朵里 那么你这位处级领导很有可能这辈子都会只是一个处级领导了 所以 培训班的学生们大多还是比较低调的 比如宁远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门口另一侧的床边 正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铺着床 你好 我是高山县来的宁远 宁远主动打起了招呼 这是要一起生活三个月的室友 关系还是要搞好一点的 你好你好 那人立刻起身回头 伸出手和宁远握了我 我是北苍县的和阳光 北苍县是宁北省五阳市下属的一个县 虽然不算富裕 但是比起高山县来还是要好上一些 只不过这个和阳光虽然名为阳光 脸上却始终挂满了愁容 完全没有那种来党校进修回去 就有可能提拔的喜悦之气 里面的两张床已经有人了 现在只剩下这一张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们俩可以换一换 和阳光指了指旁边空着的那张床 因为那张床离门和灯开关最近 所以一向都被认为是最差的床位 他能这么说 看得出来是个厚道人 我年轻 睡这张床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用换了 宁远笑着白白手 就把自己的行李开始往床上放去 两人都开始铺床 顺便聊了几句 等床铺完的时候 宁远已经知道 何阳光是北苍县的常务副县长 也算得上是县长的候选人之一 这次培训完之后 升县长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这让他更加不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会一直愁眉苦脸的了 就在宁远准备多聊几句的时候 房间门被推开 一胖一兽两名男子走了进来 两位就是我们的室友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齐州市的刘军 这一位是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的魏向东卫处长 其中那个胖子笑起来像弥勒佛一样 主动介绍了起来 魏向东则是神态巨傲地站在那里 似乎并没有什么亲近之意 这也难怪 省里边的人一向 不怎么看得上下面的干部 再加上这家伙是交通厅综合规划处 这种实权部门的领导 搞不好还是个正储级干部 不把下面来的同学放在眼里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和阳光和宁远并没有因此生气 而是很正常的自爆了家门 和他们打过招呼 握了握手 现在咱们宿舍兄弟几个 也算是聚齐了 趁着还没开学 中午我这个东道主来做东 请大家一起出去感受 一下金川的热情 魏向东虽然不怎么瞧得起 下面的同志 却也不是个小气的人 一开口就非常大气地 邀请大家出去潇洒一下 趁着还没开始正式上课 先玩一玩 加深一下感情 也是所有人都不会介意的 这恐怕有些不太合适吧 刚才报到的时候 培训处的人说 让我们这几天最好 都待在党校 不要出去 然而 老师芭蕉的和阳光脸上的愁容 仿佛更加浓密了 他的话音刚落 魏向东的脸色就有些变了 在官场上 老师绝对不会是一个夸人的词 而且 也绝对不会有人相信 一个能做到常务副县长这种位置的人 会是一个老实人 所以 说出了老实话的和阳光 立刻就让准备进一下东道主之意 拉拢一下几个室友的未向东心声不满了 培训处的规定是培训处的规定 这些规定又不是死的 大家都是处级领导 每个人身上都还肩负着不轻的担子 说是有点工作上的事情 需要出去一会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毕竟现在还没有正式上课 总不能那么死板地把领导们都给关起来吧 所以 当和阳光说出党校规矩的时候 魏向东和刘军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不屑 老和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参加咱们这一期 培训的可有不少有分量的领导 比如魏处这种省厅重量级处长 比如隔壁几个宿舍还有一名县委书记 这些领导都是日理万计的 让他们一直都被关在这里显然是不合适的 刘军看起来似乎是在劝说着和阳光 实际上又在不着痕迹地抬高了一把魏向东 毕竟魏向东这个交通厅规划处的处长分量在重 也是美法和处级含金量最高的县委书记相比的 所以刘军直接把魏向东的重要性和县委书记并列 甚至还排在了县委书记的前面 实在是一记相当高明的马屁 其实在哪个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 有的时候也不是我想要搞什么特殊化 实在是下面是县的修路需求不等人 魏向东显然也是极为的受用 别看他这个职位的含金量远不如一个县委书记 但是涉及到修路的问题上 就算是市委书记到了他这里都要笑脸相求 这就是上级大衙门要害部门的底气 那好吧 那我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心 和阳光也意识到 如果自己不出场 只怕是要得罪魏向东这个实权处长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虽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得不得罪这么一个省里面的实权处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喜欢和别人对抗的人 所以自然也就不愿意扫了新室友们的心 走吧走吧 咱们先去培训部请个假 然后我叫辆车来党校接我们 魏向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辆车还是不太够用 我也叫一辆我们齐州市住省办的车吧 刘军连忙附和道 几人说着就一起出了宿舍 宁远最为年轻 级别最低 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意的意思 所以另外几人干脆都没有问过他的想法 但是他一直在观察着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 一直在心里面琢磨着 魏向东升为重量级的东道主 而且大概对于培训班班干部的位置有些想法 所以第一时间就开始拉拢人心 刘军是齐州市市执机关的副处级领导 能调动得了齐州市住省办的车子 应该是混得相当不错的 不过他对魏向东一直都有巴结的意思 感觉像是有求于后者 至于和阳光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一直都木气沉沉的 完全不像是来党校镀金有可能要进步的人 宁远怀疑他大概也和自己一样 是被别人给强行挪开藤位置的 不过宁远自已虽然也是被强行挪开了 但是他还是得到了乔书记的信任 位置无忧 这和阳光看起来应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才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的常务副县长 原本是非常有机会冲击一下正处级岗位的 但是现在看他的模样 大概能够提前去养老 就是不错的结局了 宁远心中有些唏嘘 在官场上 别人只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风光 却看不到风光背后的那些事 像和阳光这样四十多岁 就混到了常务副县长的人 在别人看来 肯定也是相当风光的 但是他心中的凄凉 又有谁明白 像魏向东和刘军这两位 现在无疑是春风得意的 不光别人看是这样 他们自己内心恐怕也是如此 但是谁又能保证 他们能够一直春风得意下去 直到退休呢 宁远一边琢磨着 一边跟着几名室友来到了培训处 果然 嫁还是比较好请的 尤其是魏向东和那两名年轻的工作人员 好像还认识 只是打了个招呼 就得到了外出的批准 下午还得回来 咱们就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今天就是我们302的第一次聚餐 先简单一点 就在金川大酒店吧 魏向东看着手里的架条 竟然还是按小时批的 他就知道 想要今晚回家睡觉的愿望 是不可能实现了 金川大酒店这个规格太高了 听说至少得是厅长 才能订到那里的包间 万万没想到 我们跟着魏处竟然就能混到这个待遇了 刘军依然保持着自以马屁如潮的做派 金川大酒店的名字确实是相当唬人 直接以城市名命名 正常来说 在任何一个城市 这样一个以城市名命名的酒店都是最顶级档次的 不过金川大酒店在金川其实算不上最顶级 真正顶级的是省委领导招待客人们喜欢去的第一第二招待所 以及顶级富豪们比较喜欢云顶私人会所 金川大酒店则是和另外几个酒店一样 比较受到一些没实权的富部级领导和厅级领导们的青睐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刘军所说的那句话倒也不算太错 这里确实是有一部分包间是专门留给厅长们的 除了厅长们之外 像魏向东这样的重量级部门的处级领导 也是能够定到包间的 但是他听了刘军的话还是很高兴 不过就是一个饭店而已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和那里的经理很熟悉 咱们直接过去就行了 不会有问题的 魏向东一挥手 率先上了已经停在党校门口的一辆车子 刘军自然也非常顺流地跟着他上了那辆车 至于和阳光和宁远 自然是只能上后面那辆车了 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 魏向东自认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偏偏就出了问题 当他们一行四人赶到金川大酒店的时候 竟然真的没有包间了 怎么会没有包间了 你们这里不是通常都会留几个包间应急的吗 魏向东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 他的面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正是金川大酒店的经理 这种经理只是一个管理人员 还远远算不上什么高层 所以在面对魏向东这种实权触干的时候 还是有些低人一等的 魏处真是不好意思 你也知道 最近省委党校开班 不少下面的领导都来了金川 各方面应酬什么的都多了起来 我们的包间就变得紧张了 你又没有预约 所以 虽然低人一等 但是经理却并没有退让 对于他来说 被骂一顿都无所谓 但是包间是真的拿不出来了 魏向东心情有些复杂 他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次想要在新室友们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就翻了车 金川大酒店 他来过很多次了 最早的时候 他确实是还习惯打个电话预约一下 但是后来有几次忘了预约 也始终都能拿到包间之后 他也就懒得再预约了 毕竟不预约 还能有包间 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可是谁能想到 只是一个党校培训 竟然就能把金川大酒店的包间 都给培训满了 这上哪说理去 不是说只是处级干部培训吗 这件事让魏向东意识到 党校培训班里藏龙卧虎 什么样的不得了的人物都有 可不是自以一个处长就能镇压一切的 不过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在培训班混到什么地位 已经是后话了 关键是怎么化解眼前的尴尬 我不管你怎么办 都要给我弄出一个包间来 我第一次邀请新室友吃饭 你总不能让我在他们面前丢脸吧 魏向东只能继续逼迫酒店经理 对不起魏处 包间真的已经被订完了 你就算逼死我 我也没办法啊 酒店经理又是拱手又是弯腰 姿态低得不行 但不管怎么着 包间他都是不可能云出来的 毕竟现在还能拿得到包间的 哪一个的分量都不亚于一个交通厅的处长 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包间拿过来 魏向东脸红心急 这种情况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一个包间能不能定得到 其实没多大问题 关键是在党校室友面前丢的这个面子 可就大了 然后这几个室友回了党校再一传播 自己还想要在培训班里混个职位干干 那是想都不用想了 以后能在班里抬起头来就不错了 魏向东的脑子在飞速地运转 他把自己能想到的关系还算不错的各位领导都给想了一遍 看看找谁能摆脱眼前的窘境 不过他想了一圈 也没有想起来有谁能帮到他这个忙的 其实 他能在交通厅混到实权厅长的位置 还是得到了几个重要领导赏识的 但是 如果要是因为包间这么点小事 就去求人家领导 只能显得他有些无能 很有可能会让他在领导心中减分 而除了那几个重要领导之外 他又实在是找不出别的能帮得到他这个忙的人 一时间 魏向东竟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看来金川大酒店的生意还真是火爆 既然这里满了 不如我们就换一家 我们齐州住省办有一个定点的酒店 档次也很高 而且永远都会给我们留好位置 要不我们就去那里吧 刘军似乎是看出了魏向东的窘境 连忙出言帮忙 不过宁愿也看了出来 这家伙虽然一直都在拍着魏向东的马屁 但是在言语间 也在不着痕迹地表现着自己的影响力 无论是从住省办借车 还是信心满满地说 去住省办定点酒店一定有好位置 都足以证明他在齐州还是很吃香的 其实官场上也就是这样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表现着自己的能力 魏向东有些犹豫 刘军说的也是一个办法 但如果他要是这么做了 今天这面子就算没全丢也至少丢了一大半 自己一个省里的机关干部 在省城遇到事 竟然还需要一个下面来的干部帮着解决 这确实是相当丢脸的事情 而且魏向东也很清楚 刘军一直在拍着自己的马屁 肯定是有事要求着自己 对于他一名交通厅的实权厅长来说 下面人有事求他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早就习惯了 可是这一次如果接受了刘军的帮忙 以后要是这家伙找上门来的时候 可就不好拿捏了 这让他无比纠结 就在他无法下定决心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转了过来 这不是魏楚吗 魏楚这是在等人吗 魏向东转过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直属领导 交通厅沈副厅长的公子沈从斌 这是大救星啊 他连忙迎了上去 我说今天出门 怎么就听到喜鹊叫了 原来是知道我要遇到沈总 所以提前给我报喜的呀 沈总这是招待朋友吗 沈从斌虽然只是个顽固子弟 在省城的名声也非常一般 但是人家有个好老子 关键是还有个好爷爷 虽然他爷爷已经去世了 但是影响力还在 所以沈从斌虽然只是个副厅长的公子 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副省长公子的面前 也不会低人意等 当然 这还不是魏向东这么拍马屁的原因 魏向东之所以嘴这么甜 把沈从斌直接给捧到天上去 还是因为他知道 这小子一定是能拿到金川大酒店包间的 如果能够找个借口 跟他混到一桌上 一方面自己这面子就不用丢了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用沈从斌的身份 压一压几名室友 让未来的同学们对于自己的关系更加高看几分 是啊 我带几个朋友过来吃饭 魏处也是来吃饭的吗 沈从斌心里有些疑惑 这个魏向东今天是吃错了药了吗 以前可是没有这么殷勤的 哎 我们原本打算要在这里吃饭的 但是我老魏没什么本事 酒店说没有了包间 我只能带着朋友去别处了 魏向东长嘘短叹地答道 这要是一般人 听了这番话 一定会邀请他一起吃这顿饭的 可偏偏沈从斌并不是一般人 那行吧 那你们抓紧换地方吧 别错过了饭点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沈从斌虽然是个顽固子弟 但是他并不是个傻子 他当然听得出来 魏向东向他倒苦水 就是想跟着他蹭个包间 但是沈从斌能听得出来 并不代表他就会如了对方的愿 毕竟在他心中的想法是 你想要蹭老子的包间 就得主动开口求老子 你非但不主动开口求我 反而还装出一副可怜样 想让我主动开口邀请你 想都别想 沈从斌的话直接让魏向东傻了眼 他之前和这顽固子弟的交往不多 但也算是熟络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家伙竟然当着双方朋友的面 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留 到了这个时候 魏向东就算是再不情愿 也没法继续留在金川大酒店了 好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他冲着沈从斌点了点头 然后又转过头看向刘军 老刘 那就麻烦你安排一下你们的那个酒店 老何晓宁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跟着我一起换个地方了 魏向东准备一走了之 沈从斌也懒得搭理他 然而 就在他准备去自己订好的包间的时候 眼神这么一扫 就发现了 一直都站在旁边并没有出过头的宁远 沈从斌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看到宁远 他更加没有想到 宁远竟然看起来 好像是跟一个他不怎么看得上的处长混在一起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沈从斌的想法从看到宁远那一刻就发生了变化 哎 魏楚 现在已经中午了 你们要换地方的话也赶不上饭点了 不如就跟我们一起挤一挤吧 沈从斌连忙叫住了准备离开的魏向东 沈总 真的可以吗 魏向东的表情瞬间变得十分惊喜 他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还会有转机 虽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斌会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态度就立刻发生了 180度的变化 但是那都无所谓了 只要是自己能在这里拿到包间 并且和省城有名的大少之一在一桌吃上饭 这面子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走吧 别磨蹭了 沈从斌点点头 就在饭店领班的带领下往自己的包间走去 在路上 他已经开始琢磨 怎么收拾一下宁远了 他已经知道 自己亲自出面 去要的关西室那条路的工程 之所以没有拿到手 背后就有宁远这小子的影子 再加上之前的几次薪酬旧恨 让他在心中对宁远是无比的痛恨 说实话 沈从斌早就想要把宁远给撕成碎片 但他现在的身份其实也挺尴尬的 父亲的位置虽然还算是重要 却也不至于让一世的主观在自己的面前低头 至于爷爷的影响力 其实已经没那么大了 只有一些当年爷爷亲自提拔过的人还会在意 但是这种人也在慢慢地减少 所以 沈从斌想要伸手到关西去收拾宁远 还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 如果宁远来到了金川 那就完全不同了 这里是沈从斌的地盘 尽管他家的影响力已经在减弱 收拾一个外地来的土包子乡长总 还是非常轻松的 这就是他突然改口要留下卫向东这一行人的目的 一个处长在他眼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这辈子或许都很难有升到副厅级的机会 但是一个很好的收拾宁远的机会 沈从斌是绝对不愿意错过的 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 我们今天算是遇到贵人了 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 卫向东连忙带着几位室友跟了上去 他一边走还在一边向众人介绍着沈从斌的身份 以彰显自己的交友广阔 这位是我们交通厅常务副厅长沈厅长的公子 何阳光和刘军都只是硬喝着点了点头 对他们来说 一个副厅长确实是值得仰望一下的 但是副厅长的公子 倒也不至于太当回事 你非要说的话 副厅长公子应该算什么级别呢 副厅级 肯定不是 他总不能和他的老子平级吧 正储级 一般来说也很难被人这么认为 很少会有哪个副厅级的公子 能够嚣张跋扈到 觉得自己能和正储级干部平起平坐的 这个东西 关键还是看它对你有没有作用 只有宁远 心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他和沈从斌也打过几次交道 直到今天才知道这小子的来头 原来是交通厅副厅长的儿子 只不过 宁远知道 这小子的身后肯定还有更大的来头 毕竟自己上一次遇到他 可是在省委家属院里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沈副厅长的父亲 是已经过去的老省委副书记 宋书记和周副省长 都是他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 魏向东看出了几名同伴 对沈从斌不怎么感冒 于是不得不抛出了这家伙 最重要的一重身份 老书记虽然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提拔起来的人 现在还在重要的岗位上 谁敢不拿他的后人当回事 终于 听到这重身份之后 刘军和何阳光 两人都是肃然起敬 他们之前一直在地方 对于省里的权力人物们 了解得不多 但是听了这么一番关系 他们对于沈从斌的身份 自然是要重新估量了 难怪这家伙 堂堂交通厅处长 在那小子面前 跟个三孙子一样 换了他们 只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这样 在他们来到沈从斌包间的时候 刘军的态度 已经变得极为谄媚了 连说了好几句好话 好好地捧了捧沈从斌 何阳光依然是十分的老实 不过他的动作态度 都比之前要恭敬了许多 只有宁远 依然没怎么把沈从斌 给当回事 别说这家伙家里的老爷子 已经没了 就算那位老爷子还在 也不妨碍他认为 这小子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好了 不用那么客气 大家都做吧 做好了 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沈从斌听了好话 心里也非常地受用 坐在那里大模大样地伸手 示意众人坐下 然后 他仿佛刚刚发现宁远一般 惊讶地叫了出来 哎 这不是宁乡长吗 我听说 你正在乡下当赤脚医生 怎么有空跑到金川来玩 不过你来得正好 我最近身体不怎么舒服 你给我看看吧 沈从斌多次在宁远的手上吃瘪 自然也是找人调查了后者一番 他知道 宁远是学医的 而且现在还是在乡里工作 所以故意就把他给叫成了赤脚医生 以贬低他的身份 同时 沈从斌还故意让宁远给自己看病 也算是为难了对方一番 宁远给他看了 就相当于是坐实了赤脚医生的身份 至少在沈从斌看来 这是一个比不上领导干部的身份 如果宁远要是不给他看 那他就可以趁机发作一番 闹腾一场 这种手段其实是相当不入流的 但是沈从斌本身也不是个什么入流的人 他要的 就是让宁远在自己的熟人 或者朋友面前丢人 看着沈从斌 甚至已经伸出了胳膊 坐在那里摆出了一副 等着自己上前去摆卖的架势 宁远不由地冷笑了起来 沈总这病其实也好办 并不需要我来治 只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罢了 魏向东等人 本来听到沈从斌 竟然主动开口为难宁远 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现在听到宁远 竟然毫不客气地反唇相机 就更为震惊了 谁能想得到 省城大少之一的沈从斌 竟然会和他们同寝室年龄最小 级别最低的宁远之间 有着这么深的矛盾 但是不管他们之前知不知道 现在他们都是已经知道了 随之而来的 就是战队的问题了 他们必须要在沈从斌和宁远之间 选择一个表明自己的立场 虽然他们可能也帮不上任何的忙 但是想要左右逢源是绝无可能的 几个人的表情瞬间都变得严肃了起来 虽说在一个乡长和省城大少之间的选择 本来并不应该很困难 可是 真要是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这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困难 哦 那你说来我听听 沈从斌压根没心思去理会另外几人的表情变化 从他看到宁远的那一 客气 他的眼中就只有后者了 你要是说得好 还责罢了 你要是说不好 就算是我不愿跟你斤斤计较 我的一些朋友也不愿就这么跟你算了 他这已经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宁远却对他的威胁毫不在意 放心 我的这个办法绝对好用 你只要让你的父亲升上几级 当上个省长副省长的 到了那个时候 你沈大少再要揽个工程什么的 自然就会非常轻松 也不需要在天天像个叫花子一样到处奔波讨生活 这样身体自然就没有任何毛病了 他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都脸色大变 如果说刚开始 他的话还只是并没有把沈从斌给放在眼里的话 那么现在 他就已经是在当面嘲讽后者了 而且还不光是嘲讽沈从斌自已 顺便嘲讽了他的父亲沈副厅长 这真的是一个乡长能说得出来的话 所有人都吓傻了 你放的什么狗臭屁 沈从斌大怒 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指着宁远的鼻子就大骂了起来 你不要以为你躲在关西市那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我就治不了你 我告诉你 我想要弄你 有的是办法 是吗 请问沈总现在是什么职位 什么级别 宁远却是不急不躁 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 他轻轻地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却让沈从斌直接愣住了 虽然说 副厅长的公子或许可以相当于处长 但那也只是或许可以 也只是相当于而已 实际上 副厅长的公子如果没有进入仕途 他就是没有任何职位 也没有任何级别 一个没有任何职位 没有任何级别的人 却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威胁着要致我一个国家正式任命的乡长 我想知道 是谁给予你这么大的胆子说这样的话 宁远并没有给沈从斌更多的思考空间 他很快又继续追问了起来 如果我向省委有关领导反映这个问题的话 不知道省委领导会怎么想 沈从斌沉默了 他确实是个纨绔子弟 有些时候会上头说一些上头的话 不过以前他说那些上头话的时候 别人以为他的身份 从来都没有针对过他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沈从斌知道 这宁远可不是一个会给自己留面子的人 这小子如果想的话 是真的能给自己找点麻烦的 到时候麻烦的可不光是自已 还有自已的父亲 你小子算是个什么东西 还敢威胁沈少 你以为省委领导是什么 是你说反应问题就能反应到的吗 这时 沈从斌身边的一个年级 跟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也站在那里 指着宁远的鼻子骂了起来 虽然他不明白沈少为什么会突然哑了火不说话了 但是这在他看来正是他表现的机会 只要这一次表现得够好 那么以后跟沈少的关系说不定还能跟进一步 然而 就在那活正在一边骂着一边瞎想的时候 沈从斌确一把把他给扔到了身后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是比谁都要清楚 宁远是有能力见到省委领导的 毕竟他上一次见到那小子的时候 就是人家去省委家属院见孙副省长 虽然还不清楚宁远和孙副省长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是沈从斌却也不敢贸然造次 他可以在别人面前随便鲁莽上头 但是面对宁远他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一次算我说错话了 不过今天这里是我定的地方 你不是我的客人 还请离开吧 沈从斌决定先忍下这口气 很多事可以做却不能说出来 他必须管住自己的嘴才行 然而他的态度 却再次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了一惊 谁也没有想到 在省城算得上是一线边缘的沈大少 竟然在一个乡下来的乡长面前吃了瘪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沈大少确实是没能把宁远给怎么样 只是让后者离开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只恨自己没多长几个脑子 来思考一下眼下的事情 然而宁远却没有犹豫 直接离开了 魏向东刘军和和阳光三人全都傻了眼 他们早已经意识到自己要站队了 却没想到这个站队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在魏向东三人想来 即使沈从斌和宁远不对付 但是他们俩应该也不至于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丝破脸 毕竟大家都算得上是官场中人 官场中人讲究的是表面一团和气 暗地里大家在互相递刀子 在他们看来至少大家和谐地吃完这顿饭应该是没问题的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一顿饭的时间来观察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 然后决定自己将来应该怎么做 甚至如果这顿饭吃得没什么看得见的硝烟的话 他们选择站队的方式也可以不那么明显 至少不会当面得罪人 可是现在他们的想法全都被打破了 宁远和沈从斌直接撕破了脸 前者离开 后者坐下 而魏向东三人则是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如果想要站在沈少这边 那就留下来陪沈少一起吃饭喝酒 如果想要站在宁远那边 那就要去追宁远 毕竟这顿饭对于他们四个人来说 是寝室的第一次聚餐 不论出于任何原因 抛下同伴都是不合适的 不管怎么说 今天都是我们宿舍四人的第一次聚餐 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吃吧 何阳光第一个做出了反应 同时看向了另外两名摄友 他希望的当然是几个摄友能够共同进退 如果要是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的意见还不一致的话 那么将来几个月都要住一个宿舍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那可就太尴尬了 然而 何阳光的希望落空了 宿舍聚餐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是沈总这样的大忙人 可不是总能遇得到的 我今天还是要先陪好沈总才行 魏向东也是几乎都没有需要任何思考 就做出了选择 在他看来 沈从斌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儿子 而且还是在省城很有影响力的大哨 这样的人对自己的帮助 无论如何都要比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乡长要大得多 至于同住一个宿舍的情谊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宿舍这种东西又不是定死的 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不会有什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沈总 更是得好好的认识一下 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刘总照顾的 刘军也没有任何意外地继续追随了魏向东 他连魏向东这样一个交通厅处长都要巴结 对于沈从斌这个交通厅常务副厅长的公子 自然是更加不可能放过了 齐州市想要新修一条通往金川的省道 没有交通厅的支持是绝无可能的 刘军如果能够搞定交通厅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 让他们都支持齐州市的工作 那么他回到齐州市之后的日子 自然也会非常舒服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用餐了 何阳光虽然老实 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他已经认定了 今天这顿饭一定要和到相同的人一起吃 而魏向东和刘军既然选择了刘夏 就代表着他们俩和自己世道不同了 那么他不会再有任何犹豫 直接转身离开了报件 现在的这些地方的人都还挺有性格的嘛 沈从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不由地冷笑了起来 虽然他没有把这个看起来很不灵活的地方干部放在眼里 但是对方没有和他打招呼就离开的行为 还是让他觉得有些丢了面子 在自己和一个乡长之间 那家伙竟然选择了那个乡长 简直就是不把他沈从斌放在眼里 这家伙也是要和那个宁远一起收拾的 他们俩是我们党校的同学 都是从偏远的县里过来的 估计也确实是没见过什么世面 魏向东连忙附和着 不过沈总你放心 既然他们对你不够尊重 那么在党校培训的这三个月里 我一定会教会他们如何去尊重别人的 如何做人也是党校培训的一个重要项目 包间里发生的事情 何阳光全都不知道 他也并不在意 他快步走出包间之后 就开始到处搜寻起了宁远的身影 按理来说 后者比他离开包间早不到一分钟 应该还没有走远才对 但是何阳光转了两圈 却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 这人跑哪去了 他站在酒店的大厅里 喃喃自语了起来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老何 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何阳光回头一看 来的人正是宁远 你跑哪去了 我怎么转了好几圈都没有看到你 看到这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何阳光连忙问道 他刚才一路出来 可是每一条走廊路口都看过了 根本就没有占人 他不理解 宁远明明是比自己先出来的 怎么会跑到自己的身后了 遇到了一个熟人 过去敬了一杯酒 你这么跑出来 那位沈少应该不怎么开心吧 宁远对于自己的去向 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反而是问起了沈从斌 今天是我们设有聚餐的日子 管他沈少开不开心呢 咱们开心就行了 何阳光的脸上 难得地出现了几分豪气 这份豪气 在之前的他身上 可是压根就不曾出现过的 说得好 宁远有些惊喜 他原本以为 经过沈从斌这么一搅和 自己估计 就很难在302宿舍混下去了 可是没想到 社友中竟然还有支持自己的 这可真的是很难得呀 走 咱们换个地方 找点好吃的好喝的去 就在他们俩正要离开的时候 又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宁远乡长 宁远乡长 您先等一下 那人戴着个金矿眼镜 看起来一丝不苟的模样 和现在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 似乎十分地违和 宁远乡长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这段时间在省城 咱们也好多交流多沟通 秦主任太客气了 这是我的电话 还有这一位 是我党校的社友 北苍县的何阳光副县长 宁远掏出了自己的名片 顺便还把何阳光给介绍了一番 幸会 幸会 那位秦主任也掏出了自己的名片 给了宁远一张 又顺手给了何阳光一张 两位不管是这段时间 还是以后来金川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就算没事 也不要忘记找我一起做做 何阳光接过他的名片 却被上面的头衔给吓了一跳 其实秦主任递过来的名片上的内容 还是比较简单的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 秦明 这就是名片上的全部内容了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内容 差点没把何阳光的下巴给吓掉 他也是体制内的人 他当然很清楚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 是专门为常务副省长服务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的领导 也就是处长 其实主要身份 就是常务副省长的大秘书 何阳光哪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能有机会 拿到常务副省长大秘的名片 虽然说这位秦主任看起来 好像也是处级干部 或者最多是副厅 但是他这个处级干部的含金量 那又是大不相同的 因为人家是全省前几号大人物身边的人 他能够影响到的东西 别说是处级干部 就算是绝大多数的厅级干部 那也只能望而却步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 何阳光就算是混到退休 也绝对不可能跟这种人物有任何交集 但是现在 他已经拿到了人家非常热情递过来的名片 这 何阳光相信 绝对不会有人 在金川大酒店这种地方 假冒常务副省长的大秘 所以 眼前这个人的身份一定是真的 这就让他太激动了 好的秦处长 你的名片 我们一定都会收好的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联系 我们俩都是刚来省城 还有很多事需要向你请教呢 相比之下 宁远就显得尤为淡定了 虽然他的语气也是十分的客气 但是言语之间 他似乎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身份置于对方之下 这也让何阳光感到极为意外 要知道 宁远才不过是个乡长 是个科技干部 哪怕抛开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光看级别 他也比人家差了很远 是什么让他在领导面前如此不卑不亢的 何阳光想不明白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一定要常联系啊 我就先回去了 秦明却并没有觉得宁远的态度有什么问题 他又热情地招呼了两声 然后才转身回去 宁 宁老弟 你这 看着秦明远去的背影 何阳光心里有许多话想要问 但是他憋了好一会 却什么都没有憋出来 他很清楚 在官场上 打听别人的关系 是非常犯忌讳的一件事 他也是 混了这么久的人了 当然不会随便犯这种忌讳 秦主任是孙副省长的秘书 我刚才正好遇到孙副省长 就过去打了个招呼 宁远却不以为意地 直接把何阳光想问 却没敢问出来的话 给说了出来 能让大秘如此重视 除了和孙副省长本身有关系之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 宁远觉得 与其让何阳光在那里猜来猜去 还不如自己主动说出来 比较干脆 当然了 主要还是何阳光抛下 另外两名摄友追自己出来这件事 让宁远觉得 这个人是可骄的 于是他也不介意 稍微透露一点自己的背景 好让这位摄友放心 果然 听了这番话之后 何阳光心中的阴霾 瞬间消散了许多 原本 他虽然追了出来 心里却还一直都惦记着 宁远得罪了沈少的事情 他很担心 自己和宁远会在党校学习期间 被沈少报复 这里毕竟是省城 是人家的地盘 人家想要报复他们 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现在 何阳光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担心了 宁远有着孙父省长这样强硬的靠山 又怎么会在乎 一个所谓的交通厅副厅长的公子呢 这种身份 放到孙父省长面前 简直就是太可笑了 这可真的是太值得庆祝一番了 走吧 我们换个地方好好喝一顿 何阳光拉着宁远 发自内心地为这位新朋友 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兴奋 两人都不算是非常注重排场的人 所以他们选择的新地方 只是个小馆子 当然了 这个叫宁北土家菜的馆子说小 也只是相对于他们这种身份来说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家饭店的档次还是相当不错的 何阳光和宁远出手都相当阔绰 所以即便他们只有两个人 也还是给安排了一个小包间 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地痛痛快快地大喝了一场 一直从中午喝到天色变暗 才因为怕回去晚了影响不好而回到党校 得亏他们俩都是海量 却又不是特别贪杯的人 所以这一下午基本上都是以聊天为主 喝酒为福 饶是如此 两个人也喝掉了三瓶白酒 这个量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相当厉害了 这也导致了他们俩回到宿舍的时候 身形都有些歪歪扭扭的 任谁一眼都能看得出来 他们没少喝 现在 最适合两人的就是赶紧回到宿舍 躺在那并不算舒服 但至少还能勉强凑合着用一用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 等到明天早上 他们就能完全恢复正常 这种恢复能力也是当领导所必须的素质 然而 当他们回到302门口的时候 却被吓了一跳 原本应该空无一物地宿舍门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堆满了东西 这些东西 看起来好像 有点眼熟啊 何阳光看着那两堆行李 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他拥有着 在醉酒状态下 也保持着一定仪态和思考能力的本事 但是反应终究还是会受到酒精的影响 要慢上许多的 这好像是我们的行李 我们这事 被赶出宿舍了 宁远看起来比 何阳光要更加清醒一些 他很快就搞清楚了状况 虽然已经想到和魏向东两人分道扬镳之后 他们大概是没有办法继续在一个宿舍住下去了 但是 以这样一个方式分开 还是让他无法想象的 同时 也让宁远感到无比的愤怒 原本 他和何阳光喝了一下午 并不完全是因为两人比较投机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 两人心照不宣留给魏向东他们搬寝室的 可是谁能想到 被搬的竟然是自己的东西 砰砰砰 宁远想了一下 直接上前 去砸起了门 魏向东 刘军 你们两个在宿舍里吗 给我开门 宁远是相当愤怒的 他一直都觉得 大家都在官场上混 一定的规则还是要讲的 至少表面上的体面 还是要互相维持的 但是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比较特殊 或者觉得别人配不上让自己讲这些 说实话 在金川大酒店和魏向东等人分道扬镳的时候 宁远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肯定是无法继续在一个宿舍住下去了 然而 他想过很多分开宿舍的办法 比如魏向东几个人主动搬走 又或者是他们找校方人员来找个理由让他们分开等等 但是宁远怎么都没有想到 魏向东等人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 直接把他们的行李给丢到了宿舍外面 这已经不是分开住这么简单的了 这简直就是彻底撕破了脸啊 既然别人要撕破脸 宁远当然也不会再讲究什么体面 于是他直接不管不顾地敲起了门 弄出了很大的动静 反正不占理的又不是他 他不介意让别人都瞧瞧魏向东这些人的嘴脸 然而 他砸了得有半分钟的门 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宁远准备把耳朵贴到门上 听听房间里是不是没人的时候 旁边宿舍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302的人出去聚餐了 说是欢迎新社友 那人靠在门边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事实上下午的时候 302几个人在那里折腾着搬东西 他们隔壁根本不可能听不到 或许他们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会很清楚 但他们还是知道 隔壁宿舍这几人 才刚刚入校第一天 甚至都没用等到正式上课 就已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 他们作为隔壁寝室的人 和挤人都完全不认识 自然是乐得看热闹了 新社友 一下午的时间 这宿舍竟然就搬来新人了 宁远没想到 魏向东的动作竟然快到这种程度 他不光把自己两人给踢出了宿舍 甚至还为了避免后面发生什么麻烦 直接又找来了两个新的社友 这样 如果宁远和何阳光要闹的话 得罪的可就不光是魏向东了 还有那两个新社友 不得不说 魏向东的算盘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算了 闹大了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 我们去找工作人员给重新换个宿舍吧 何阳光尽管知道宁远的背景深厚 在省城也是有靠山的 可是靠山也不是随便乱用的 如果只是宿舍这种小问题 就要请动靠山出马 哪怕关系再怎么牢靠 也会让领导觉得 你的办事能力不行 不善于团结统治 靠山是关键时刻用的 可不能在这些小事上浪费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不过这件事 确实需要找培训部的工作人员问一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宁远自然明白何阳光的心思 不过他也并没有就这么算了的想法 找关系是不可能的 但是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靠关系解决 咱们走吧 何阳光开始低下头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魏向东和刘军两人还是很缺德的 他们俩只是把宁远和何阳光的东西给弄了出来 杂乱无章地堆在那里 并没有给收拾 所以宁远和何阳光想要把东西弄走的话 还得再自己好好收拾一下 收拾这种别人乱堆的东西最是麻烦 更别说是两个喝醉酒的大男人了 宁远还好一些 来的时候东西至少是自己收拾的 现在再收拾起来也并不算很麻烦 何阳光就非常憋屈了 他好歹也是个堂堂常务副县长 收拾东西这种活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自己亲自动手干过了 这趟出来也是一样 东西是老婆给他收拾好装好的 现在放乱了之后再让他自己收拾 感觉带来的箱子好像无论如何都装不下那么多东西 何阳光把自己的两只箱子一个包都给装得满满的 旁边还剩下了一堆东西 要不我们先把东西找个宿舍计放一下吧 提着这么多行李去找培训部的人也不太合适 宁远看着何阳光的东西没法拿了 只能建议先把东西找个地方放下 其实如果按照他的想法 两个人带着一堆行李 大包小包地去培训部 给人的感觉更像那么回事 不过他也没有想到 何阳光在生活上的自理能力竟然会这么差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给你添麻烦了 何阳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这话说的 要说添麻烦 其实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要不是说我拖累 你这回都已经躺床上了 宁远摇摇头 就转头看向刚才在看热闹的那中年人 同志 我们的行李 能暂时在你们宿舍放一下吗 我们宿舍东西放得挺乱的 再放了你们的东西 我怕拿错了 而且 你们的行李都在这放了一下午了 不会有事的 在这里住的都是自己同志 都有素质 谁会拿你们的东西呢 那中年人虽然自称是自己同志 却一口拒绝了这十分合理的要求 他只想看热闹 并不想参与到这个热闹中来 任谁都看得出来 这两个人和302剩下的两人关系 已经完全破裂了 帮这两个人放东西搞不好 会得罪302剩下的人 尤其是卫向东这个省里面 实权厅的实权厅长 是没有人愿意得罪的 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就能用得到他 行 那我们去找别的宿舍问一问 明远道也干脆 见他已经算是表明了立场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带着和阳光把东西都搬到了向小阳宿舍 你千万要记得 去找培训部的人只是为了调换宿舍 千万不要多说些没有用的话 也不要惦记着报复魏向东 人家是省厅的实权处长 在省城很有能量 尽量躲着点 向小阳没想到 宁远的惹事能力这么强 刚到党校 就和同宿舍的同学闹翻了 他只能追出来 好好地叮嘱了一番 好的 我知道了 宁远点点头 就往培训部去了 其实宁远很清楚 魏向东敢如此明目张胆地 把自己的东西给丢出来 所以仗的 就是和培训部的工作人员关系好 毕竟他是省城的干部 和党校的人 就算是不认识 东拉西扯一点关系 也能碰得上 这就是身为东道主 所具备的优势 在把宁远东西不留情面地 给丢出来的时候 魏向东已经想过 前者会去找培训部的工作人员了 所以他已经提前 跟他们打好了招呼 让他们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糊弄过去就行了 对于魏向东来说 他也并不指望 能在党校培训期间 就把宁远给怎么着 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有利条件 然后用一点点的小事 来恶心后者 让后者自己受不了 反正无论如何 魏向东是绝对不可能吃亏的 吃亏的只有宁远 这就是他今天中午 在答应了沈从斌 要找机会收拾宁远之后 想出来的办法 而这些 宁远其实都已经想到了 但是 尽管知道自己找到培训部去 一定是会被糊弄 绝对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他还是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过去了 有些时候 哪怕是明知不会有结果的事情 也一定要做 因为如果不做 别人就会以为你很好欺负 就会越发地变本加厉 做了的话 哪怕这一次没什么结果 但是下一次 别人在想找你麻烦的时候 就会考虑到这一次的情况 从而有所收敛 这也就是所谓的亮剑精神 打不打得过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让人看到你敢于亮剑 而且 宁远并不觉得自己这一次去找培训部 就是徒劳无功的 这会已经是五点多 正常来说 培训部差不多也该下班了 但是 因为是这一届培训班入学的时间 培训部的工作比较多 下班时间自然而然的 也就被拖后了 当宁远带着何阳光 来到培训部办公室的时候 里面正亮着灯 之前他们见过的那两名工作人员 正在服案整理着材料 你们好 宁远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我们俩是今天过来报到的 然后被分配到了302宿舍 但是等我们出去办了点事回来之后 发现我们的行李被丢出了宿舍 隔壁的同志告诉我们说宿舍安排给了别人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嗯 还有这种事 上午带他们去宿舍的小张抬起头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小刘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她甚至还故意去问了一下另外那人 不知道啊 可能是因为今天工作太多 忙乱了 把宿舍安排错了吧 小刘也摇了摇头 这样 再给你们重新安排的宿舍 不会耽误你们今晚住下的 情况果然和宁远之前 想得一模一样 这两人一唱一喝地装傻 看起来就是想要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 当作没有发生过 没错他们给重新安排一个宿舍 确实是可以解决宁远和何阳光两人今晚的住宿问题 可问题是宁远和何阳光两人的行李都放好了又被人给丢出宿舍 这丢掉的面子受得气 该怎么办呢 这两位工作人员显然是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问题本来都不是个问题 就这样 很显然 宁远对于他们的这个处理方法很不满意 不这样你还想要怎样 我们工作这么忙 出点失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难道你要揪着不放吗 小刘在卫向东打招呼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如何应对了 所以现在说起话来也是理直气壮的 嘴上说着自已出了失误 但是看他这气势 仿佛是别人犯了错在被他批评一样 所以 我们的东西被从宿舍里丢了出来 也没有人需要站出来道个歉什么的吗 宁远冷笑道 你这意思是让我们给你道歉 小刘心里不由地大怒了起来 虽然说从级别上来讲 他肯定是比不上眼前这两人的 这是处级的培训班 理论上来说 这两个人都是处级干部 而他只是个小小的科员 但是级别这东西也是要分主客场的 这里是党校 是他工作的地方 下面那些干部 级别再高 也管不到党校来 而且这些人还要在党校培训 得罪了他们这些党校的普通工作人员 可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别的不说 平时考勤纪律什么的 虽说不能由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说了算 但是他们也是拥有很大权限的 想要收拾个人还不是一如反掌 这也是小刘能够答应魏向东揽下这回事的主要原因 他压根就没觉得宁远和何阳光能把他给怎么样 算了宁远 既然同志们答应给我们重新安排宿舍 我们就先赶紧去搬东西吧 又要重新收拾一遍 去得太晚了会当务今晚休息的 果然何阳光是不想和党校的工作人员发生什么冲突的 哪怕眼前这两位只是党校的最基层工作人员 他也绝不想得罪了 但是宁远却不肯就这么善罢甘休 我只知道 我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的权力被别人给侵犯了 必须要有人给我们道歉才行 那你们去找魏向东吧 我们只是分配错了宿舍 丢东西的事情是他们干的 小刘不耐烦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东西是魏向东丢出来的 宁远突然反问 他虽然说过自己的东西被丢出来了 但并没有说是被谁丢的 如果从不知道这件事的角度来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考虑 那肯定是觉得后住进去的两个人 把他们的行李丢出来的 但是小刘却一口说出了是魏向东丢的东西 说明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对这件事有所了解了 我猜的 不行吗 小刘说漏了嘴 有些发慌 不过 想到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在这里自己才是更有权力的那一个 他就又淡定了起来 只要一口咬定自己是猜的 那就谁都动不了自己 呵呵 当然可以 宁远再次笑了起来 对了 教务处的方主任因为什么没能上班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 你怎么会问起方主任 小张心里顿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今天上午 宁远来报到的时候 他去找过方主任 然而昨天还和他们交代过如果高山县的人来报到就一定要立刻通知他的方主任今天 却没来上班 却没来上班 这让小张和小刘都感到十分惊讶 毕竟看方主任 毕竟看方主任昨天的驾驶 这几天他都会待在党校里 就等着收拾高山县的人才对 好在官场上没有秘密 两人稍微一打听 就知道 方主任今早突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染上了一个未知的怪病 直接去了医院 未来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在党校里 本来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人吃五穀杂粮 就没有不生病的 哪怕是再怎么奇怪的病 也都有人会有小概率染上 只能说方主任比较倒霉罢了 撞上了这比较小的概率 但是 到了晚上 宁远这么一问 小张就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了 看方主任昨天的驾驶 对高山县的这两个家伙 尤其是这个年轻的 那绝对是深恶痛绝的 就等着这小子来报道 就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看看 他们之间绝对没有可能会是什么朋友的关系 可是这小子是从哪里得知方主任不能上班的呢 要知道 如果是不熟悉的人 就算是问 也应该是问方主任今天来了没有 或者方主任在不在 谁会问出方主任因为什么没能上班呢 这话说的 就好像他知道原因一样 其实 我跟方主任昨天有过一面之缘 他也和你们一样 觉得我是乡下来的 不懂规矩 可以随便拿捏 宁远笑了起来 然而他此时的微笑 在小张小刘的眼中 却如同恶魔的微笑一般 该不会 张主任的病 真的跟这家伙有什么关系吧 虽然小张小刘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他们看到宁远目前的样子 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 他现在不能上班了 宁远又补充了一句 直接把两人给吓得浑身一颤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张连忙问道 没什么意思 我只想说 作为党校一方 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责任很大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得要秉公处理才行 否则的话 挨骂太多 就是会容易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宁远摇了摇头 然后又继续扯回了眼前的事情上 小张和小刘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迷茫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威胁 是绝对不屑一顾的 毕竟 他们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土 对于那种乱七八糟的说法 都是完全不相信的 可是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这个跟方主任 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小子 是怎么知道方主任病情的 要知道 方主任可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 他对自己生了怪病这种事 是严加保密的 生怕因为这件事 而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如果不是小张有一点特殊的渠道 都压根不可能打听到这个消息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这小子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所以 小张和小刘 两人都有些惶恐 怎么样 到底怎么解决 你们有意见了吗 宁愿看两人的表情就知道 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作用了 他倒并没有想让两人完全相信了自己话的意思 那样的话 需要自己做太多的解释或者证明 也没多大意义 他只需要让这两人心存疑虑 以后不敢肆无忌惮地帮别人对付自己就行了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同班同学里有人看自己不爽 想要收拾自己 这对于宁愿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是 如果这个人的背后 还有着党效的偏帮 那就对自己太不利了 这样吧 掉宿舍的事 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了 我们也没想到 魏向东竟然会直接把你们的东西给丢出来 我们向你们道个歉 但是魏向东和你们之间的事情 只能你们自己解决 我们也做不了主 小刘几乎是想都没用想 就做出了道歉的决定 反正他们只不过是党效最基层的小职员 面子这种东西本来就没多少 给人家触及科技干不到个歉 也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有可能发生到自己身上的祸事 他们可绝对不敢赌 这种事 除非是要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否则大家都是宁可信其有的 是啊 我们向你们道歉 是我们的工作疏忽了 小张也立刻明白了同事的想法 同样也做出了道歉的决定 虽然在党校学员面前 他们一贯都有一些优越感 但是这种优越感只是针对普通学员的 面对那些大有来头的学员 他们可不敢有任何优越感 眼前这小子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来头 但手段太过于诡异 他们也是不想得罪的 何阳光万万没想到 宁远竟然能仅凭几句话 就让党校的这两名工作人员道了歉 要知道 这两名工作人员虽然只是党校的最基层 但也是正管着他们这些学员的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他们绝对不会向学员们道歉 可是宁远就偏偏做到了这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他都还没用到自己的关系 何阳光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突然开始认真的想要不要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和这位小老弟倾诉一下 看看后者能不能帮到自己 当然了 他这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 这么大的事情 以他们俩第一天刚刚认识的交情 肯定是不可能立刻就做的 面对着培训部工作人员的道歉 宁远并没有得礼不饶人 只要这两个人道了歉 意识到自己不好惹 以后不会再来找自己的麻烦 他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当然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 重新安排一个宿舍 这一次 小张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没有人住的宿舍 并且亲自跟到宿舍楼去帮他们搬了东西 同时也用这种行为向其他人证明了一下 终于 宁远和何阳光在十点之前 终于躺到了新宿舍的床上 不知道是不是培训部的工作人员警告了魏向东什么 反正他回来之后 也并没有再找宁远他们的麻烦 刚好 宁远也乐得个清静 在开学前的几天里 享受了最近几个月来最安逸的一段时光 不过大部分学员在这段时间都没有闲着 大家都经常互相串门聊天 结交一下 这也是党校的一个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很多学员心中来党校培训的重要目的 那就是多结交一些人脉关系 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 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人如果有着非常广阔的人脉关系 那么他在官场上的道路 肯定会比别的人要走得更好更稳 而党校 则是扩展人脉关系的最佳场所 想象一下 除了党校之外 这世界上哪里还会有一个能够聚集这么多身份地位相差不大 而且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官员的地方 根本不会有 而且大家来到党校成为同学 这本身就是一种拉扯上关系的方式 在古代 哪怕是同一年考中的都可以叫做同年之一 更别说现代的同学还是四大铁之一了 所以 几乎是所有人都非常重视开学前的这几天空闲时间 大家都在彼此串门结交 哪怕是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和阳光 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挨个拜会了 除了302之外的所有寝室 他其实是邀请宁远跟他一起去的 但是宁远却对于这件事有些抵触 就以身体不太舒服为理由 委婉地拒绝了 他和这些同学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能够来这党校参加触及班培训的 哪一个不是已经在官场上浮沉过十年以上了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这些人早已经混成了官邮字 他们的任何所作所为 几乎都是本能的在为自己的仕途铺路 当然 这并不是说就是一件坏事 只是宁远虽然也因为一些原因进入了这个班里 但他还远远算不上一个官邮字 毕竟他进入职场也不过就才几个月 勉强算得上一个官的时间就更短了 虽然说他之前行医 也见识过许多人情事故 也能够把这些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但是 要让他像那些官邮字一样 把琢磨和钻营当成呼吸一样自然 他还远远做不到 这几天对于别人来说 是非常好的扩展人际关系的机会 但是对于他来说 却是一个难得的休息的良机 当然了 宁远只是还不太想主动去寻求这些 但是人际关系找上他的时候 他也并不会拒绝 这两天 他跟着向小杨和何阳光各喝了两场酒 也分别都认识到了两人结交的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全都是宁北省各个县区的领导干部们 虽然说现在大家各自为政 彼此之间似乎是关联不大 但是领导干部这种东西的流动性很强 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能到一起工作了 这些人中有两个人给宁远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个叫王国忠 是离高山县很远的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 虽然他字已没有明说 但是看酒桌上别人的意思 这次培训完 他很有可能就能提拔为那个县的县长 王国忠才刚刚四十岁 如果能在近期内提拔为县长 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春风得意了 毕竟县长这个位置在实权上 还是要超过省市机关的处长局长的 在酒桌上 他也就有了几分矜持 对于宁远这样一个县长 似乎也有几分懒得搭理 如果不是因为向小阳跟他住一个宿舍 关系还不错 他似乎都不愿意和一个县长在一桌上喝酒 另外一个叫马运良 也是四十来岁的年纪 是省财政厅国库处的处长 这个位置可就相当显赫了 要知道 不管是省里各个机关单位 还是下面的市县 他们花的钱都是从国库里出来的 也就是说 马运良不点头 下面那些处长市长县长 就只能看着自己别别的钱包干瞪眼 当然了 这只是他的权利 他有这个权利 也不能随便乱用 但是 如果谁要是真的得罪了他 被他小小地拿捏一下 那也是极为难受的 这样一个人物 那自然是整个培训班 都要重点结交的对象 大家当官 谁能不跟财政打交道 谁不希望 自己能在财政厅 有这么一位关系硬扎的好朋友 所以 不管是什么人 这几天都在想办法 往马运良的面前来凑 希望能够跟他的关系拉近一点 而这个家伙 看起来倒挺豪爽的 不管是谁请客 他都会赴宴 而且还要带上同学们一起 宁远和他聊上几句之后就明白 原来这家伙 也盯上了培训班班干部的位置 像马运良这样的实权领导 当然是不能满足于 仅仅参加过党校培训班这样一个履历了 如果是当过党校培训班班长 那还差不多 于是 他也算是放下了身段 和酒席上的每一个人都热情交流 并且还主动提起了 将来正式开学后 会有选举班干部这回事 其他人自然也不是傻子 大家在听到他这个要求之后 自然全都是一口答应下来 毕竟 除非是自己也基于这个班长位置的人 否则 谁会跟财政厅国库处的处长过不去 宁远自然也是毫无疑问地答应了下来 还因为过于爽快 而让马运良很高兴 只是后者不知道 他之所以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是因为他知道 魏向东也盯上了班长这个位置 交通厅规划处的处长 如果没有马运良在的话 那也绝对是众心拱跃的对象 只可惜有了马运良 魏向东也只能感叹 既生于何生亮了 宁远对魏向东自然没有任何好感 只要是能让后者不爽的事情 而且对他自已也没有任何损害 他都会一口答应下来 不过宁远不知道 马运良的所谓的拉帮结派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魏向东的重视 后者知道了 自已在公平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于是准备另辟蹊径了 说实话 宁远对于他们这种拉帮结派争取支持的行为 并不是很认可 在他看来 如果你想要获取什么职位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去争取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在党校的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 留给每一个学员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机会并不多 相比之下 这种拉帮结派的行为反而是更加有效的办法 至少如果现在就让宁远投票的话 他是一定会投给马运良的 当然 他能做的也就是仅此而已了 宁远并没有要为马运良的班干计划 做出更多贡献的意思 所以 他在后者开始讲述自己的详细计划 如何让大家配合 确保自己能够万无一失当选的时候 主动告辞离开了 宁远只想投投票就行了 不想做更多的事情 马运良对于他的提前离开是有些不满的 在这里 Ny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